今天是5月29號 國民黨的論述 其實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 很多人都想了解 這個九二共識 在這個年輕人的心裡 跟我們在國民黨 是不是有一個新的詮釋 我覺得九二共識的問題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中央的智庫 已經討論了有一陣子了 現在我看媒體報導 好像是林玉芳 林委員他在竹筆 那麼當然有不同意見 有一派改革派好像說 是不要這個九二共識了 那麼 這個竹筆派就說 還是要保留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 應該盡快把兩岸的關係定位清楚 不僅止於九二共識 當年這個九二共識 也只是一個形容詞 這二三十年運作下來 對台灣沒有壞處 只有好處 所以馬總統任內這八年 兩岸互動這麼好 就我們不談政治 我們談我們實質的交流 不管經貿啊 各方面文化體育 人民的來往等等 罪犯打擊 很好沒有不好 為什麼要把它拿掉 大家說是你年輕人不接受 那是被民進黨洗腦出來的結果 有什麼好接受或不接受 當初的事實 沒有正式的白紙黑字 也是事後隔了幾年 書起先生 為了便於形容內事會談的事實 所取了個名字叫九二共識 大家也就言用至今 沒有不好 為什麼要改 那你說不喜歡這個名詞 為了年輕人的選票 為了中心選民 也無可厚非 但這個精神不能沒有 我反過來問一句話 中華民國的憲法改了沒有 沒有 憲法徵修條文就那一句話 開宗民意 因應兩岸統一前之 需要特定定本憲法徵修條文 兩岸關係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也是這樣子 那你現在要修不是前陣子炒的要修憲嗎 OK啊 你能夠修過啊 四分之三立委開會提案 四分之三通過 通過還不打緊 光這兩個門檻 大概就過不了 就算你過了 人民公民投票複決 複決要九百多萬 要所有投票人數的一半以上 我們那天大概估算了一下九百多萬 蔡英文總統你要搞清楚你只能拿到八百多萬票 那還是很奇怪 很多人質疑有這個那個了我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 你要拿到九百多萬票 贊成你修這個憲法修成台獨憲法 有可能過嗎 這個過程中消耗多少台灣的資源 製造多少對立衝突 台灣還要發展嗎 我還不談老共會不會出手 老美會不會制止你做這公投 當年曾經提過要做統獨公投 第一個出手反對的不是大陸 老美 他深怕你挑起戰火 那不叫插槍走火 那根本就是擺明的對干 所以我說九二共識要不要 我個人認為當然要 你不喜歡 國民黨內部有人不喜歡這名詞 我可以接受 精神不能不要 這是憲法嘛 一中原則是憲法 終極統一 我從來不怕談 我不會避諱 如果有本事 不管民進黨任何一個黨執政 你把憲法修掉了 我吳某人認命 我不喜歡我離開 我回家做自己過日子 我不認同 但是你沒有修到憲法之前 大家是不是民主國家 請問中華民國是不是民主國家 請問蔡英文總統 第二任宣誓是說誰 各尊中華民國憲法 你那個蘇貞昌啊 顾力雄一堆人在總統府宣誓 請問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旗 你那個事實是哪裡來的 是憲法往下發展的法律 那是政務官宣誓的事實 各尊中華民國憲法 各種法令等等 你是對這個憲法宣誓啊 憲法改了我認了 沒改之前抱歉 就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九二共識的問題 大家不要去閃躲它 不喜歡可以 精神不能沒有 所以大家不要閃躲 可以辯論嘛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很公開講 我就依據憲法 我支持 那你們不喜歡這個名詞人 可以 你把他精神要維護在 不可以說這個已經過時了 翻過夜了 那就不要了是不是 不要是什麼意思 是不要那個一中原則 還是不要什麼 大家講清楚 你要你有理由 我的理由就前面講完了 你不要 你把理由告訴我 為什麼不要 是不要哪一句 還是哪一段 還是整個精神 那你想怎樣 你不要這個 你不要喝湯 那喝咖啡 你告訴我理由 你說我不要喝湯 那你要喝什麼 我不說 那叫什麼政黨 那叫什麼理念 那叫什麼核心價值 沒有嘛 你要告訴支持者 我不要這個 我要什麼 你們認不認同 我覺得這才是大開大口 不要去閃躲 不要迴避 沒有那個空間了 那叫什麼核心 什麼核心 什麼核心 你是侯 忍我 從不求 那叫什麼核心 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